欢迎来到小九聊剧,今天小九带来,陆家的童养席,第十二至十七集,同学聚会,醉酒的小野猫,醉事难缠,在陆毅的干扰下,今夏没能与陆妈妈参加接下来的拜年活动,她难得获得了一个清静的新年,心底自然是高兴的,连带着看着陆毅也顺眼许多,没有长辈的叨扰,无忧无虑地躺在床榻上看自己喜欢的书, 这样的日子简直不要太欢乐,好友贺迦乐发来了微信,叽叽喳喳地说着,吓吓,今晚同学聚会一起去吧,算了,我还是不去了,现在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在家躺平,除了贺迦乐,今夏与这些同窗好友并没有太多的交情,许是他年纪比别人偏小,又许是他不愿交际,上学期间他所交到的好友并不多,来吧,就当是陪陪 我,紫航学长也会来,我自己去紧张,一向能说善道的贺迦乐,遇见梁紫航便如同哑巴般,变得扭扭捏捏起来,而这份紧张,来自贺迦乐单方面的暗恋,今夏无奈地说着,那我要和妈妈说一下,你等我消息吧,好,我家下下最好了,今夏将自己要参加同学聚会的事情,告诉了陆妈妈, 陆妈妈自是开心应允,当然要去了,年轻人就是要多和年轻人一起玩,你开开心心去玩,我让老吴送你,不用担心,妈妈,不用了,我同学来接我,好不容易放个假能休息休息,就不打扰吴叔了,你呀,总是这样善解人意,好吧,那就和同学一起去,有事情给我打电话,我给你转些零花钱,记得请客,我卡里还有钱, 够用的,今夏乖巧地说着,可鲁妈妈是出了名的宠孩子,二话不说,便给今夏赚了十万,今夏自是不肯收,可鲁妈妈却强行拿过今夏的手机,直接点了接收,她摸了摸今夏的头,一脸慈爱地说着,和我永远不要见外,你永远不会知道,你能当我的女儿,对我而言,是多么的幸运,乖,好好玩,妈妈在家等你。 今夏紧紧地握着手机,感动地点了点头,这份恩情,她该怎样偿还呢?唯有再乖巧些,再听话些,才能对得起路妈妈的信任。 今夏心事重重地走出了家门,本以为是贺迦乐来接她,却不成想是梁子航。 她往车内瞧了瞧,只听见梁子航笑着道,别看了,贺迦乐没在车里,她在饭店等你呢。 哦,那麻烦学长了。不麻烦,来接财女是我的荣幸。 学长谬赞了。梁子航替今夏打开了车门,如沐春风般说着,学妹,请。 谢谢。梁子航回到了驾驶座上,启动了车子,开网事先订好的饭店。 她偷偷地瞄了一眼惊吓,笑着问道,夏夏,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吗? 暂时还没有。要不要来我公司上班,你同学也在,不至于太寂寞。 今夏忽然想到了陆毅的话。她说,她也开了一家与梁子航同类型的公司。 司机此处,果断地拒绝,谢谢学长的好意,我暂时不考虑工作。 就当实习了,你不要有压力。梁子航距离力争。 不了,我家里哥哥也是从事软件设计,我不方便到学长的公司工作。 今夏直接了当地拒绝了。陆爸爸陆妈妈对他这般好。 他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伤害陆家的事情,这是他的底线。 梁子航略有些失望地嗡了一声,暂且放弃了游睡今夏。 今夏心无旁骛地靠在座椅上,望着窗外,看着路边的风景。 梁子航的话,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,陆爸爸陆妈妈将他养大。 培养他成才,他心中自是有自己的一杆称,若是可以替爸妈分担工作上的压力。 他自会全力以赴。 若爸妈不需要他,他便会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。 但前提是,所选择的公司不能是陆家的竞争对手。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凡人,做不到公司分明。 若日后发生纠纷,他定会鼎力相助陆家。 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的发生,他会在源头将一切可能掐断。 可梁子航却不这样认为。 他偷偷地瞄着惊吓,一心想要将他拉入自己的队伍之中。 他的能力有目共睹,再加上他与陆家的渊源。 若是能够将他收入旗下,也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。 不是吗? 惊吓坐着梁子航的车离开。 一切尽被三楼的男子收入眼眸之中。 他把玩着手中的打火机,猝着梅,暗暗盘算着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。 今夏与梁子航一同来到了饭店,两人刚刚进屋。 便遭到了同学们的调侃,哇,我说学长怎么迟到了呢? 原来是去接我们班的小神童了。 不得不说,学长和夏夏倒是蛮般配的。 郎才女貌,果然够养眼。 今夏见贺迦乐垂着头。 闷闷不乐,不悦地制止着大家的玩笑话,不要乱开玩笑。 我不喜欢这种拉郎配的话题。 许是今夏太过于严肃。 以至于场面有些尴尬,刚才打去的人面面相去。 一时间不知道说些什么。 梁子航见状,连忙打圆场,好了。 大家都别开玩笑了。 我们好不容易聚一聚,说些开心的事情。 大家想吃什么井馆点,这顿我做东。 谢谢学长。 众人连声道谢,纷纷开始点菜,假装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。 今夏默默地坐在了贺迦乐的身边,小声问道,你不是说去接我吗? 为何没去,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? 中途遇见了学长。 他说去接你,让我来饭店等你。 他向你要的我家地址。 嗯,怎么了,可是给你添麻烦了。 贺迦乐紧张地问着。 没什么,总觉得他有些过分热情了。 今夏说不出哪里不对。 但是他并不喜欢梁子航的热情。 贺迦乐弩着小嘴说道,你这是不知好歹了。 学长对你热情,你还生疑,若他对我热情,我高兴还来不及。 这是咱们班同学聚会,为何学长要来? 今夏小声地嘀咕着。 学长要请咱们吃饭啊,这个局就是学长组的。 今夏淡淡地呕了一声,心底开始泛起了嘀咕。 他为何要祖局请自己班同学吃饭,貌似不合常理。 戒备心极强的他,低调地坐在好友的旁边,默默地吃着菜。 不搭话不言语,偷偷地听着现场众人的聊天。 可有心人偏偏不许他低调,热情地唤着他,吓吓。 从来没有见过你喝酒,今日学长请吃饭,我们一起敬学长一杯吧。 今夏醋眉,拒绝道,我喝酒过敏。 喝酒过敏那是喝得少。 锻炼锻炼就好了,一起喝一杯吧,总要给学长些面子不是? 对吗?对吗? 现场起哄的声音彼此起伏,贺迦乐轻轻地碰了碰今夏的胳膊。 略有些恳求般说着,下下,喝一点吧,给学长一个面子。 今夏瞥了一眼贺迦乐,看在他的面子上端起了酒杯。 与众人一起敬了梁子航一杯。 梁子航依旧是温文儒雅的模样。 与众人谈笑风生不在话下。 久过三旬,今夏大概猜到了梁子航组局的目的。 原来,他这是打算替自己的新公司招揽人才。 今夏这些同学各个皆是软件设计中的翘楚。 若是能够将这批人招聘到公司中,势必会给公司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。 可这些人皆有些小个性,想要将他们纳入旗下,绝非一事。 尤其是没有名望的小公司,更是难上加难。 梁子航这是打算打感情牌。 给大家画大饼,以此达到自己招贤纳士的目的。 今夏微微冷哼,只觉得无趣。 果然,毕业后,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会变得复杂起来,什么同学情,校友情,都不过是大家追逐利益的工具罢了。 贺加勒感觉到今夏的不快。 巧声问道,怎么了,夏夏,你看上去有些不高兴。 今夏摇了摇头,说道,没什么,只是不喜欢这种场合而已。 对不起啊,若不是我执意让你来,你也不会来。 你不用自责,若我不想来,你让我来,我也不会来的。 好了,别想那么多了,多吃点。 嗯嗯,两小姐妹正窃窃私语间。 梁子航已然走到了两人的面前,高举着酒杯。 对夏夏道,夏夏小学妹,我敬你一杯。 今夏威愣,随即道,无功不受禄,学长敬我酒,总要有一个名头。 你能够将设计的软件卖给我的公司,我真的很感谢。 学长误会了,不是我卖的,而是我的导师,你应该感谢他。 梁子航面不改色,依旧是保持着优雅的姿态。 温和地说着,那就劳烦小师妹替导师喝一杯吧。 今夏不好拒绝,只能端起酒杯与梁子航碰了碰。 一口喝光了杯中酒,梁子航脸上闪过一丝丝的笑意。 使得今夏有些不好意思,一时间只觉得坐立难安。 这一场同学聚会,更像是招聘现场。 今夏越发觉得无趣。 奈何却不好意思提前离场,闷闷不乐的人。 在同学们千方百计的劝说之下,不小心喝得有些上头。 小脸红扑扑的人,歪在闺蜜的身上,难得撒娇般说着, 佳乐,我头疼,想回家。 他的话,被不知何时坐在他身边的梁子航听到。 只听见他对贺佳乐说着,我送他回去吧。 唯瑟所迷的贺佳乐哪里还能拒绝。 稀里糊涂地便将今夏交给了梁子航。 梁子航提前结了账,化身为骑士,亲自送今夏回家。 司机看着自家小少爷这般殷勤主动。 还不忘打趣一句,梁少,这位小姐可是你经常念叨的那位小神童。 梁子航一脸宠溺地看着今夏,微微笑了笑,点头道, 是啊,就是他,长得蛮标致的,挺好。 是啊,他挺好,只是我不够好而已。 梁子航悠悠地说着,谋色间添了一抹忧色。 停车,我想吐。 今夏呼地捂着嘴巴,一脸焦急地说着。 司机立刻靠边停车,今夏搜地穿了出去,蹲在马路边处吐了起来。 梁子航快速地拿起一瓶水跟了过来,不停地拍着今夏的背。 让他舒服些。 见他吐完,又立刻递上矿泉水。 哄着道,喝点水,竖竖嘴。 今夏黑着脸,不悦地抱怨着,我说我不会喝酒的。 偏偏让我喝,气死人了。 是我的错,我以为你谦虚呢。 没想到真的不会喝,以后一定不会让你再喝酒了。 梁子航连忙道歉,言语间尽嫌宠溺。 烦死了。 今夏一边抱怨着,一边咕隆咕隆地喝着水,那姿势。 略显得豪迈。 头疼的今夏,靠在栏杆上吹着风,企图让自己能够舒服些。 梁子航默默地陪着他,丝毫不觉得不耐烦。 不知过了多久。 只听见今夏不客气地吩咐着,我舒服多了。 送我回家吧。 好。 堂堂梁氏集团的少冬家,此时此刻。 俨然一副小跟班的模样,倒是属实让人意外。 今夏被梁子航送回了陆家,他从来没有觉得路这么远过。 一路昏昏沉沉,难受极了。 当车停下来的瞬间,他来不及和梁子航告别,便跌跌撞撞地跑下了车。 谁料,险些摔倒在地上。 好在梁子航也随着他下了车。 手急眼快地将他扶住。 谢谢,我扶着你进去吧。 今夏白手道,不用,我自己可以的。 你走路都不稳了,就不要逞强了。 梁子航不理会今夏的拒绝。 扶着他的胳膊便往家里走去。 忽然,一道人影闪现在他的面前,从他手中将今夏抢走。 冰冷的声音传来,谁让他喝酒的? 梁子航微愣。 随即反应过来,回道,抱歉,不知道他不能喝。 就算能喝,你也不该给他喝酒。 说吧,将今夏打横抱起。 怒瞪着梁子航,凶巴巴地说着,让开。 梁子航耸了耸肩。 立刻退开一步,眼巴巴地看着路易,将今夏抱走。 他是认识路易的,也知晓路易和今夏的关系。 所以,他才会拾去的没有阻拦,默默地看着两人的背影。 路易将今夏抱回了房中,口里不忘指责着,在家里戒备心这般重。 在外面却这般放肆,还真是不知好歹。 虽嘴里是抱怨。 可动作却十分轻柔,将他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床上。 谁料,这小妮子貌似不知好歹,皱皱巴巴地说着,你弄疼我了。 路易双手插腰,气道,活该。 今夏撇了撇小嘴,吩咐道,我口渴了,帮我倒杯水呗,谢谢。 路易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,可还是听话地去帮他倒了杯水。 然而,等他回来时,却发现今夏蜷缩在床上,瑟瑟发抖,那样子吓人极了。 路易立刻跑到他的身边,拍了拍他的肩膀,焦急地说着,吓吓。 你怎么了?可是身体不舒服。 不要,不要跳,不要走,我害怕。 他忽然转过身来,紧紧地抱着路易的胳膊,抽气般说着,别走。 我害怕。路易坐在他的床边,轻拍他的后背。 安慰道,我不走,你别怕。 我们先起来喝点水。 好不好?我不害怕,我很勇敢,别不要我,好不好。 好。今夏拼命地摇着头,那模样,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一般。 没有人会不要你的,我们先喝水好不好。 在路易的宽慰下。 今夏慢慢地镇定下来,他接过水杯,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。 路易接过空杯子。 将他放在床头柜上,随即安慰惊慌失措的小丫头,我们先睡觉。 好不好? 今夏摇头拒绝,不要睡觉,我怕黑。 怕黑。 路易浑身一颤,他貌似从来不知晓,他怕黑。 还未等他反应过来,今夏便再度将他紧紧地抱住。 口里呢喃着,小老虎,他们都不要我了,只有你还要我。 只有你还愿意陪着我。 小老虎,这又是谁? 小老虎,你怎么这样硬了呢? 是不是太脏了? 今夏一边拍着路易的背,一边喃喃自语。 合着,他这是把自己当成玩偶了。 路易瞬间想起小老虎是谁? 不就是他初次来到路加时手里抱着的小玩偶吗? 哎,看来,他是真的醉了。 小老虎,怎么办? 我好怕路易会将日记拿给爸爸妈妈看,好怕被他们发现我是一个心口不一的人。 若他们知道,会不会觉得我很虚伪,会不会不要我了呢? 今夏喃喃自语,越说越伤心。 路易透过月光,看着蜷缩在床上的女孩,心底闷闷地,情不自禁地抚摸着她的头发。 满脸心疼地说着,既然心口不一这样累,何不做最真实的自己呢? 这样才能真正地自在,不被任何外界的事物所束缚。 可最久的今夏,哪里能听见她的话呢? 她拽着她的胳膊,早已进入到梦乡之中。 今夏醒来时,早已晌午。 吓得她立刻坐了起来,暗暗责备自己,糟糕! 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,妈妈一定会对自己很失望。 她来不及思考自己是怎样回来的,便匆匆忙忙地洗了脸换好衣服。 往楼下跑去,想着和路妈妈解释一下子,免得她误会自己。 可当她来到楼下时,却不见路妈妈的身影,她去哪里了? 莫不是和自己生气了吗? 自己明明答应她陪她去走亲戚。 可自己却没有起来床,换谁都会生气的吧? 她捶了一下子自己的头,责备着自己,真该死,昨天就不该喝酒。 你对自己还真的下得去手,就不怕把自己打傻了。 路易的声音,呼得在她背后响起。 吓得今夏连忙后退两步,换了声,哥哥。 哥哥,你昨夜可是叫我路易来的。 今夏的脸瞬间白了。 心虚地说着,是不是哥哥听错了,应该不能。 我的好妹妹,你不会真的忘记昨夜发生了什么了吧? 路易的连连质问,吓得惊吓越发心虚起来。 虽然她喝多了,但是还不至于断片,昨夜种种,瞬间回到了她的脑子里面。 想着自己昨夜搂着她的胳膊,不让她离开,她心中便觉得难为情死了。 默默地垂着头,不回答路易的调侃。 路易看着她胆小甚微的模样。 心中再度不爽起来,沉生道,陆家的人没有那么小气。 不会因为你的一点点小差错,便会对你置之不理。 今夏直愣愣地看着路易,心底不禁生起了一丝的狐疑。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? 又想威胁自己什么吗? 路易看出今夏的心思。 无奈地说着,不要再继续精神内耗了,好好做自己不好吗? 为什么要将自己伪装成另外一个人呢? 今夏垂着头。 心底想着,你当然敢真实做自己,可她能吗? 既然篱下的滋味,她又怎么会懂呢? 谁料,路易仿佛看出了她的疑惑。 继续道,你若真心把这里的人当成家人,便尽量让自己随心所欲些吧。 今夏弱弱地应了句,知道了。 你知道个头。 路易忍不住凶了她一句。 因为她的神色在告诉她,她根本没有听懂她话中的意思。 路易只觉得很是无奈,对今夏道,妈妈知道你喝多了,便没有等你,先去走亲戚了。 她让我告诉你,好好休息,多睡会。 嗯,今夏依旧垂着头,不敢去看路易。 也不知晓,她到底在想什么? 路易甚是无奈,她也是,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。 不知何时,她才能真正地放下心中的忧虑。 今夏不知路易为何会生气。 她也不想去深究此事,毕竟,自从她认识她以来, 她便一直走在生气的路上。 小的时候,爸爸妈妈对她宠爱颇多。 她生气,长大一些,众人开玩笑,她是她的童养席。 她生气,学生时代,她和她一起去上学,她生气。 大学报名时,她报名了她的专业,她生气,今夏甚至有时觉得。 她的存在,恐怕就是为了让她生气的。 若有一天,她不在这个家中了,或许她才能不生气吧。 可原谅她的自私吧。 她太贪恋这种家的氛围了,她没有勇气离开这个家。 她太害怕独自一人的生活了,她不想再被抛弃了。 所以,她拼命地讨好,拼命地乖巧,可不知为何。 她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,偏偏却搞不定路易。 今夏严重怀疑,都是那本日记惹的祸。 哎,或许这便是人生吧。 哪里能全部都如人所愿呢? 今夏不知和陆毅聊什么。 便闲得无视刷手机打发时间。 她忽然在网络上刷到了她和梁子杭的照片。 最久的她,跌倒在她的怀中。 网络上的标题赫然写着,梁氏集团小少爷与陆佳阳女恋情曝光。 文章中指出了梁氏集团有意和陆氏集团联姻。 天才少女即将嫁入梁家。 主管梁氏集团软件开发设计。 今夏瞬间懵了,这哪跟哪? 简直是太可恶了。 怎么可以这样造谣声势呢? 她愤怒地握紧了拳头。 熊熊怒火瞬间被挑起, 她告诉自己要冷静, 发火解决不了问题。 要想办法解决才是关键。 正在此时,梁子杭的电话便打了过来。 今夏不悦地接起,冷冷地说了句, 喂,夏夏,你看到新闻了吗? 嗯,夏夏,真的很抱歉, 我没有想到会有人跟拍。 给你造成困扰,很抱歉。 嗯,今夏的连续两声恩。 使得梁子杭微愣片刻, 貌似和她期待的答案不一样。 她以为今夏会说不必在意, 反正也不是真的。 毕竟,她对这些事情一向不关心。 可恩是什么意思? 是她很介意, 很生气的意思吗? 夏夏,你不必担心。 我会处理这件事情, 不会给你造成困扰。 好,我也会想办法解决此事, 绝对不会被人利用。 梁子杭尴尬地说了两句, 便挂了电话, 很显然。 今夏误会了她。 陆毅听着梁子杭与今夏的电话。 上网查了事情的始末, 她猝着眉, 问道,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情? 找律师直接告发布者。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, 之后呢? 揭穿她的谎言变好, 之后还要怎样? 今夏好奇地问着, 你离梁子杭远些, 她没有你想象这么简单。 陆毅莫名其妙地说了这样一句话, 便转身离开。 看着她的背影, 今夏只觉得越来越凌乱, 她到底是几个意思呢?